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耶稣对门徒说 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 把一块墨石套在他的井上,投入海中 比让他引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为他更好 你们要谨慎 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规劝他 他如果后悔了,你就得宽恕他 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而又七次转向你说 我后悔了,你也得宽恕他 宗徒们向主说 请增加我们的心得吧 主说 如果你没有信德像戒子那样大 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 你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 他也会服从你们的 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田或放羊 从田地里回来 即给他说 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 而不给他说 预备我吃饭 树上腰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毕 以后你才吃喝 仆人做了吩咐的事 主人岂要向他道谢 你们也是这样 既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 仍然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经过撒玛里亚 及加里雷亚中间 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 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他们提高声音说 师父 耶稣 可怜我们吧 耶稣定睛一看 向他们说 你们去 叫司机们检验你们吧 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 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 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 并且跪伏在耶稣族前 感谢他 他是一个撒玛里亚人 耶稣便说道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人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邦人 就没有别人回来 归光荣于天主吗 耶稣遂给那人说 起来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法利赛人 问耶稣天主的国 何时要来 耶稣回答说 天主国的来临 并非是显然可见的 人也不能说 看哪 在这里 或 在那里 因为天主的国 就在你们中间 耶稣对门徒说 日子将到 那时 你们切望看见 人子日子中的一天 而不得见 人要向你们说 看哪 在那里 看哪 在这里 你们不要去 也不要追随 因为犹如闪电 由天这边闪起 直照到天那边 人子在他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 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且被这一带所摒弃 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 在人子的日子里 也要怎样 那时 人们吃喝婚嫁 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天 洪水来了 消灭了所有的人 又如在罗特的日子里 人们吃喝买卖 种植建造 但在罗特从索多玛 出来的那天 火及硫磺 自天降下 消灭了所有的人 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 在那一日 那在屋顶上 而他的器具 在屋内的 不要下来取 那在田地里的 同样不要回来 你们要记得 罗特的妻子 不论谁 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凡丧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我告诉你们 在这一夜 两个人同在一张床上 一个要被提去 而一个要被遗弃 两个女人一起推磨 一个要被提去 而一个要被遗弃 他们问耶稣说 主 在哪里呢 耶稣回答说 在哪里有尸体 老鹰就聚集在哪里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是不吝点赞 订阅 坑 词 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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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